台南的森山市集在这个周末正式登场 又被称作是最美市集 因此吸引了好多民众前来逛逛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市集内限制人数入场 导致外围大排长龙 环绕美术馆好几圈 甚至要排两个多小时以上 周末假期台南美术馆外满满都是游客 绕着场馆一圈又一圈 长长人龙看不到镜头 人数不减反增 工作人员赶紧拿出大声工做宣道 你的进场时间可能还要在两个小时 或到两个半小时才能到各位进场 尽管一排就是好几个小时 仍交不息 民众热情顶着艳阳坚持排下去 排了大概有50分钟的 我是从网络上看到这个活动 人越来越多 而且比去年还多很多 如果里面的就是有逛到摊位 其实是蛮开心的 原来最美森山市集 13号到14号在台南美术馆 二馆登场 受到疫情影响 市集改成单一出入口 同时限制5000人入场 才导致外头出现人山人海景象 目前今天排队的人潮 已经是昨天同时间的两倍了 所以我们预估排队的人潮 会有三四万人 而人潮同时也带来前潮 上百可可利路每天都抢购一空 千层蛋糕更是夸张 首天六分钟晚售 第二天甚至短短三分钟 号码排就发放完毕 还有不少人吃不到 大概三个小时卖完 那我们准备了就是几百颗这样子 我们有导影的人员 那也有这个广播一直在宣导 希望大家可以遵守防疫规定 耐心的等候来入场 面对一万计数的游客 男师傅也加长巡逻 盼望府城观光升温 同时经受防疫规定 让所有人玩得尽兴 今后期台南草的岛